1996年台湾想建造桃园机场到台北市中心的高铁 51公里但20年过去了到现在还没有建成 期间台湾换了13个交通部长 在这20年间中国大陆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我们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高速公路 我们建成了世界上最大最好的高铁网 我们建成了世界上最多的地铁 2012年12月26日 世界上里程最长的高铁 京广高铁正式全线通车 2014年12月26日 世界上一次建成里程最长的高铁 蓝星高铁全线贯通 2017年9月21日 世界上高铁商运运营速度最快的高铁 京故高铁复兴号 实现了350公里时速运营 截至2016年底 中国高铁运营已成超过2.2万公里 位居世界第一 未经许可,不得了 新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